美国的重返月球计划果然又推迟了 前两天,美国NASA宣布 原定于今年发射的阿尔特密斯2号 以及明年发射的3号火箭 都将再推迟一年才发射 说实话,大家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因为阿尔特密斯计划整个项目都非常不靠谱 但当阿尔特密斯1号火箭就经历过多次延期 它第一次预定的发射时间是在2017年 结果因为飞船的设计不行,改到了2019年 然后又因为疫情和故障推迟了数次 从2022年的5月一直延期到8月、9月 最终在当年的11月份才发射升空 还是带着燃料泄露的风险强行上天的 没掉下来都算美国运气好 这些还只是美国重返月球计划延期的一部分而已 他们的整个计划不是延期,就是在延期的路上 这还要从2004年说起 当时美国NASA制定了新作计划 新作计划的目标是在2015年实现月球登陆 2020年建立月球基地,投资额高达上千亿美元 可以说,新作计划就是阿尔特密斯计划的前身 原本大家以为这个计划没啥问题 毕竟美国作为上世纪就登陆过月球的国家 如今计划再登上一次月球,难度不高才是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美国真正不靠谱的是人 当初美国可以在几年时间里就建造出上百艘航母 可以集合全国之力搞登月设备 但是几十年后,美国的制造业早就衰落了 航天人才断档,技术数据不足 根本无法支撑起现代登月设备的研发 美国那些航天制造公司也是不想好好搞 他们拿到经费就谋洋工,先捞一笔再说 真正能完成的项目几乎就没有,最终新作计划破产了 直到董王上台后,美国终于再次重启登月计划 而这项计划更加不靠谱 原本NASA科学家的规划是,最早在2028年登陆月球 结果董王不同意,2028年他都退休了 就算到时候成功登陆了,那不成了他种树 别人摘果实了吗 作为世界上懂得最多的董王,怎么可能做这种亏本生意呢 于是他强行让NASA更改了登月时间 大家知道改到哪个时间点吗 没错,就是2024年,也就是今年 这样董王如果在2020年连任 那么2024年就会成为他上任的最后一年 就可以顺利成章地享受胜利的果实了 NASA拗不过董王,于是被迫改了时间 美国有些航天科学家们看到这个计划时间表 费都记扎了 一直在批评这个计划有多么不靠谱 但是NASA自己也苦啊 对内,美国一直在削减NASA的年度资金 如果他们不妥协,估计经费又有点减少了 对外,中国航天发展太快了 每次都能打破几个小纪录 估计要不了多久,还真能把人给送上月球 你说NASA能咋办,妥协呗 先把钱拿到手才是王道 只要美国政府上了这个贼车 那么到时候是开快还是开慢 还不是NASA说了算 于是这么一个不靠谱的计划就此诞生了 可更加不靠谱的是 美国知道自己一个人搞不定登月 于是就想着拉盟友下水 还强迫他们签订了阿尔特密斯协定 这个协议说白了就是瓜分月球资源 按照老美的想法,自己一个人搞不定 那么把大家都联合在一起,大家一起出钱出力总行了吧 而阿尔特密斯协定就是老美给大家的一个承诺 可以作为自己提前瓜分月球资源进行法律依据 在这22个国家里 都是一些像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的美国铁杆盟友 而像国际公认的航天大国 中国、俄罗斯、欧盟都不包括在内 可以说为了重返月球 美国甚至连大国的脸面都不要了 然而正是这个协定导致阿尔特密斯计划变得更加不靠谱 为啥?原因非常简单 历史早就告诉我们,顺合一个大型项目 只要参与的国家多了 那么它大概率得黄纳 比如国际人造太阳,号称集合了世界最强的核能国家 结果美国天天退群 法国天天造假 印度天天滑水 只有中国从小地一路干到了达格达 当然目前它大概率还是不行 还有中国加利略导航 美国大型对撞击等等 这些原本计划都还可以 结果都因为利益冲突相互甩锅 导致项目被迫终止 美国的阿尔特密斯计划同样如此 他们参与的国家多就意味着利益谈判和相互甩锅 拖后腿的多 反而不利于他们重返月球计划 因此这次计划延期 说实话一点也不奇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